我们的QQ505兼容小米、三星等QC快充方案 也就是高通方案 也兼容魅主的PE、E加的DASH等快充方案 现在我们就用三星的S7作为一个范本来给大家测试 接通电源以后 在屏幕上面会显示 正在快速充电 代表车充与手机快充协议完美兼容 现在手机的电量是59% 我们启动计时器 5分钟后我们看看充电的结果 好了 5分钟从原来的59%到现在的67% 充入电量8% 达到了高通的快充方案协议的要求 这台手机的屏幕有点烂 请大家不要介意 关键点是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充电速度